在这个黄金最保值的时代 大多数人买金字都是按客买 但有些淘金者却幸运地发现了 按公斤计算的超大块巨型黄金 重量甚至相当于一个女孩的体重 完全就是发了一笔天价横彩 这是五个发现的最大黄金 一起来看看吧 2018年10月 在电视节目《澳大利亚淘金者》拍摄的过程中 名为内威尔佩利和米克克拉克的淘金者 用金属探测器意外发现了一块重达2.5公斤的黄金 而且纯度极高 整个金块呈现的是金灿灿的金黄色 一看就知道是金钱的颜色 所以从纯度和重量来看 这个金块至少价值20万美元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地区的金色三角区 以巨大的金矿而闻名 所以有许多人会专门考取淘金资格证来此处淘金 2014年名为西德皮尔森的68岁高龄淘金者 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此资了大奖 除了极小块黄金外 他还成功挖出了一块重达4.3公斤的大家伙 在评估后 这块黄金的价格至少为30万美元 相当于白减了210万人民币的大馅饼 接下来这块黄金发现的地方还是在澳大利亚 但年代要久远的多 早在1980年 凯文希利尔就发现了一块重达27.2公斤的巨型金块 而且因为形状独特还被称为信仰之首 当时信仰之首就被埋在地下30厘米的地方 在被发现后 它一度成了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天然金块 如此惊人的重量 也让信仰之首拥有了至少100万美元的高昂身价 现在这个巨型金块被放置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进行展览 如此纸醉金迷的地方倒是和它的身价很符合 俄罗斯找到的最大天然金块之一 是在1842年发现于乌拉尔山脉中 这个金块重达32.6公斤 由一个名为尼科的男子发现 不过这次的淘金工程是由政府发起的 所以这块金子并不归个人 而是归国家所有 因此它至今被陈列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展出 和其他无价的珠宝和宝石并列展出 因为没有对这块金子融化 所以并不是非常确定它的含金量 根据官方估计 至少要价值100万美元 但很有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一般来说淘金者需要用金属探测器 以及各种仪器才能费力的在地下挖出金子 但有人却幸运到在走路过程中就发了一笔横财 1869年 一群矿工沿着一条通往塞拉山脉的小径行走 因为前一天刚下雨 土壤被雨水冲刷比较严重 因此让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从地面中露了出来 被吸引注意力的矿工前去查看 却发现这是一块重达48.1公斤的巨型金矿 这个重量相当于一个偏瘦女孩的体重 之后这块金子一直被放置在肯塔基矿博物馆进行展览 如果按今天的金价来算 这块金子将远远超过200万美元 也就是1400万人民币的高价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